一日时代的变清脚步 双语教育的推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不过台中市的教育推动能不能跟上脚步呢 市府就表示将逐年的来增聘拜师 美和私校资源共享 跟加强双语师资培育等 要透过多管齐下的方式 让孩子们来提升双语能力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 双语教育的推动越来越受重视 3号上午的市政会议中 教育局长杨振生进行专案报告 说明台中市如何推动双语教育 培养学生的国际移动力 就是我们希望逐年来征聘外师 目前台中市的外师还是比较不足 这个部分我们已经逐年朝向 要征聘外师的目标 希望109的时候就能够增加12位外师 那么第二个部分 我们结合高中的外师 让他们能够在寒暑假 还有学习当中 能够去帮助我们临近的学校 用分区的概念 让他们也有机会接触到外师 教育局表示台中市目前逐年增聘外师 预计明年起逐年编列经费 使外师增加到35人 今年也补助了49间的公立学校 跟13间的私立学校 合作办理暑期英语应对课程 并持续办理各类研习 提升教师双语教育能力 当然我们除了这个 拼任的外师之外呢 也要提升本市的英语教师 他全英授课的专业基本 这个能力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是市长非常的重视 所以我在这边也请教育局 继续的来推举办 我们的英语教师成长员习营 精进英语的发音听力 还有写作等基本的能力训练 那让我们的优秀的师资呢 成为孩子学习英文的最重要的一个推手 副市长强调除了聘任外师 也要提升本市英语教师的专业能力 期望透过全英语授课 跟多项培训活动 加速培养学生国际竞争力 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世界公民 介阳中换台中采访报道